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喽弟兄姐妹们 朋友们 我们在主里平安 我们每一次都带着 兴奋的心境 跟大家来传讲上帝的话 很多的基督徒以为 信了耶稣洗礼了 拿到passcode 可以进天坛了 那么接着下来 他们的生活就放松 就是说对自己 要求没有那么高 其实信了耶稣 我们要活出信仰 我们要圣洁 因为西伯来书12章14节说 必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面 我这里要教导的 不是说你靠圣洁 过着圣洁的生活 你才能够得救 我们的信仰是 你信了耶稣 要活出圣洁 因为圣洁就能够跟你所信的耶稣 这个信仰相称 不是靠圣洁来得救 基督徒如果不圣洁 那么他不能够就是说 最终他不能够带出他的信仰 也是说讲严重一点 他是不能得救的 不能见耶稣 所以这一句话 有他的利害关系 信了耶稣 解决下来 他的生命 有本质上的改变 这个本质上的改变 就是说 打从他的心里 打从他的生命里面 他有这个思想 态度 行为上 改到做对的 就是说按照上帝的话语 来活出他的生命 就是说信了耶稣之后 他的信仰是有改变的 比如说从前他恨人 那么他在他的心里面 现在因为圣灵给他能力 他能够胜过这个恨 他可以不记恨 他可以原谅人 那么我称这一个内在的生命的改变 能够原谅人 这个真的是彻底的圣洁 当我们有这个彻底的圣洁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见主面了 但是很多的基督徒 只是相信 多多祷告 多多做礼拜 多多读圣经 甚至觉得说 多多的侍奉 是圣洁 其实这些只是 在某种程度上的圣洁 圣洁最重要的 要发出 发出 这个内心的圣洁 请问你是一位圣洁的基督徒吗 耶稣的门徒吗 朋友们 我们非常高兴 你有机会观赏 这支影片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按 like share 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记得哦 要开启 小铃铛哦 share去你的facebook 跟其他的social media哦 谢谢你 上帝师父你 耶稣爱你 请不吝点赏